床內一名男子趴著睡覺 手機就放在頭旁邊 這時白衣男子微微站起身 竟然將手伸到對面去 抬頭看了看監視器 接著開始左顧右盼 夾借收拾東西 旁邊還有好幾名顧客走來走去 他抓準時機下手了 快速把價值三萬多塊的 高檔手機裝進口袋 證明竊賊的犯罪行為 監視器全都錄 事件發生在28號晚間6點多 台南市民生路二段的一間超商 被害人郭姓游客玩到累了 不小心睡著 隨意把手機丟在一旁 醒來才發現不見了 相當著急 60歲的曾姓嫌犯犯案後 載著女友離開 不過才剛回到家沒多久 警方就找上門了 已經有入口監視器 鎖定交通工具與車追人 兩個小時 及前往曾賢的住處查航 經員警出示其刑切的具體影像施政後 乖乖拿著手機跟著員警返回 派所接受調查 前半被打時還說手機是撿到的 因為要現在女友回家 還來不及送到派出所 直到警方拿出監視器畫面 鐵證擺在眼前 他才怪怪酒飯 TVBS新聞顧手超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 下載TV 谢谢观看